交警赶到事故现场 地上散落着很多车辆零部件 被撞的轿车车头受损严重 赵氏车辆的轮胎被撞掉了一个 赵氏司机周某不在现场 在场群众说 周某躲进了附近工地的工棚 喝了酒 敢做敢当 好不好 不用怕 不用害怕 不用害怕 你出来先 我敢做不敢当 不是敢做不敢当 不是敢做不敢当 哥 你听 你快微笑吧 原来赵氏司机周某喝酒了 交警好不容易 把他从工棚里劝出来 可是他一看 要做酒精呼气测试 情绪马上崩溃了 你过来 你过来 给我救救你了 给我救救你了 我求你们了 给求人留条活动好不好 不要这样 先不要 给求人留条活动 先陪我们 再问这生活真的贪婪了 给求人留条活动好不好 这不是理由呢 呼气测试显示 周某体内的酒精含量 达到了236毫克每百毫升 远远超出了最佳的标准 去年10月 周某已经因酒后驾驶机动车 被依法暂扣驾驶证6个月 今年5月 他刚通过理论考试 重新拿回驾照 没想到 驾照在手里还没午热就醉驾了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